水从坡到一些而下像溜滑梯一样奔向马路 台东泰马里热门景点多良火车站 岸边大风大浪完全不见游客踪影 层层积水快速俯冲 即使底下有整排的排水沟也来不及疏通 刚好在车站的下方是一个非常大的斜坡 那因为刚刚好这个雨是来得非常的猛烈 因此呢在这边刚好是形成了像是一个小步步般 这样子汇流处的地方 另一边大五乡大鸟村也出现类似情况 入口处的山壁上就有四个小瀑布 不知道的游客以为是人工造景 但其实是因为村内排水不良 无处宣泄才会从石缝冲出来 走进村内水沟也处处积水 水位甚至达到一米深 让村长担心居民安危 这个下游的地方它会积水 甚至是排水设施的排水系统 不是做得很好 所以都会那个土石啊什么东西 沙士都寄在里面 没有办法排水 先前卡努台风来袭 村内不止淹大水还有土石流 这次苏拉台风清台 村长也担心类似情况又在发生 村内到处都可以看到 像这样子路面积水的状况 甚至是这个泥水从这个排水孔流出来的情形 因此呢为了防止这样的灾情又再发生 村长其实早上呢也协同乡公所的人员到村内的可能发生灾情的地方来进行会刊 不只台东为台风做准备 基隆八斗子鱼港的渔船也陆续返航 利用短暂的好天气赶快将渔获下舱并入冷冻库 10个冬季 现在刚才天气还好 我们都在下雨了 我们这里领导和收藏 周三开始东南部风雨逐渐增强 民众提前准备防灾 就是为了将损害降到最低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